像這個邏輯判斷 除了用這種方式敘述之外 特別注意喔 比如說青年是大於等於18 而且是小於等於30的話 其實另外還有一種寫法 什麼樣的寫法 我拿這一行來做修改 其實如果你看到其他書裡面 它有另外一種寫法 你也不要覺得奇怪 它另外一種寫法 你就edge把它放中間就可以了 edge放中間 所以也就是這個前面這邊的話 不要edge 然後就是 把這個小於等於有沒有 把它放在兩側 也意思就是說 這個edge 它小於等於18 應該是 就是edge大於 剛剛這一側嘛 所以它是大於等於18 小於等於30 你也可以寫成這樣子 應該可以看同意思吧 以後如果你看到有人寫這樣的話 也是ok的 兩個方法 兩種敘述都可以 那只是說每個人習慣不一樣啦 像我自己習慣 我還比較習慣寫上面的方法 為什麼 上面的方法比較口語啦 下面的方法感覺比較接近那個電腦的那種執勤的動作 所以看各個人習慣 那沒有 所以有時候寫的程式 每個人寫出來結果不一樣那很正常 因為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所以你自己要找一個你習慣的寫法就ok了 你不要說記很多 結果 就最後哪一種方法 你有時候想半天不知道又哪一個好 你就用你習慣的方法寫是最安全的 ok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所以上面的寫法跟下面的寫法是一樣的 結果是一樣的ok 那再來的話請各位再寫另外一個範例 假如說我今天我希望把這個程式改一下 請輸入成績 那他輸入成績因為最近剛好期中考 我剛考完改成 成績的話是這樣 100分到80分之間是A 所以我輸入一個成績 假如他輸入85分 你給我A 那如果是70分等於到79分是B 60等於到69分是C 那不及格就是D 所以ABCD的話 那我該如何撰寫 所以第一個一樣什麼 請輸入成績 把這邊改一下 ok如果另外可以再撰寫一個 那你可以偷懶拿這個當範本有沒有 改好那請輸入成績的話 寫完類似這樣講這樣 請輸入成績 如果他大於 大於80的話 等於是當然就到100 不過你輸入的時候可能要最高是100分 那因為我們這邊現在沒有寫所謂的防呆 防呆就是他如果他打輸入120分 這邊是不會有問題 不會出現那個錯誤 那當然理論上 那未來你可以把那個防呆 就是他輸入錯誤你要把它擋下來 那目前我們不管 如果他大於80分的話是A 70分到80分 這邊沒有等號是B 然後60分到70分是C 剩下來就D ok這個也就是說 這邊的寫法你也可以寫成剛剛的寫法 ok我講過你可以用AND 你也可以用這種寫法 那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執行 假設輸入85分的話 那就A嘛 那假如說我今天輸入75分的話 那他就跳B 那一時類推廊 如果我今天輸入不幾個50分 Enter他就跳D 那這個程式的話 請各位練習看看 這第一個部分 這應該比較簡單 也就是他要改一下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就是 如果這一題ok之後 請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答案我剛剛 我在雲端上 其實有放那個參考答案在這裡 所以在第二個單元的第八頁 這邊也有 那再來的話呢 請各位試著寫一個BMI的這個計算器 那你可以Google找BMI 理論上第一個就可以 我們用第一個當參考 BMI值的計算器 那上面的話呢 就會有相關規則 什麼叫BMI呢 BMI實際上就是 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但是身高是單位是公尺 所以如果你輸入的是公分的話 那你記得要多少 再把它除以100 ok 另外的話 身高跟體重 可能在input的時候特別重要 因為有的很介意嘛 比如身高 他假設你輸入是多少 輸入169.5好了 ok 那他可能.5他很在乎的話 那如果你用剛剛轉型用int 那就完了 因為169.5 那.5就不見了 就少0.5 那怎麼辦呢 你必須把它轉型的話 這個地方可能要用float 如果你用int可能會出錯 ok 那再來的話呢我希望怎麼樣 有點像這樣 輸入身高 175 然後體重的話呢 假設是65 假設ok 那BMI開始計算 有沒有 21.2 應該落在哪裡 正常範圍 ok 那當然呢 他這個程式寫的還不夠ok 為什麼 因為他只有跳BMI 那底下要你自己去找 所以應該是怎麼樣 他把BMI計算完之後 那我自動print告訴你說 你的這個BMI 是落在哪一個範圍之內 所以這邊當然也會有個什麼 多重判斷 有沒有小於18.5 跟這個 有沒有18.5 到 這個20 然後這邊的話正常 剩下來就過胖 輕度肥胖 中度肥胖 甚至有重度肥胖 有123 4 5 6種邏輯 ok 當然這邊還有分啦 那個腰圍 不過這邊這邊先不要管他 那如果我先希望呢 把這個程式邏輯 轉變為 這個python的程式的話 該如何撰寫 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完成剛剛這個成績計算 然後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BMI 畫面先還給各位